从湿洞内,从地面上,从草木中,从大石处,无数的绿色丝线,瞬间凝聚,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形成了一个臂障,阻挡了徐小山的遗迹。 轰鸣之声震天而起,无数绿色丝线瞬间崩溃,可在崩溃的同时,也使得徐小山寒怒的遗迹被削弱了一些,阻挡了一下。 四周众人全部大吃一惊,可还没等他们惊呼出声。 紧接着,一道道身影,刹那从一个个尸洞内飞出,更有一些是直接冲开了碎石,带着诡异的咆哮,刹那出现,直接降临在了白小纯的前方。 那赫然是一个又一个炼尸,这些炼尸样子各异,每一个身体上都散发出强弱不同的煞气,唯独一致的,是所有的炼尸身上都长出了绿毛。 那是该死的,那是我的炼尸。 业葬,我要杀了你。 不可能,我的炼尸怎么会去保护业葬? 这到底是怎么了? 业葬,你找死。 四周的众人,在这一刻只觉得天雷滚滚,神色彻彻底底的巨变,纷纷嘶吼时,不少取出了操控炼尸的预见,尝试之下,却发现自己的炼尸竟没有丝毫回应,一个个顿时倒吸口气。 这一幕,同样也让徐小山面色大变,他的一击虽强悍,可这一刻在白小纯的面前的炼尸足有上百,全部为阻挡这一击后,就算是徐小山再强,他这一击也难以存在太久。 轰鸣中,在震开了数十具炼尸后,这一击死亡的波动消散开来,白小纯站在那里,从十字中一动没动,他也有些傻眼。 看着四周那些炼尸,此刻还在不断地从坍塌的养尸坊内爬出,飞快地凝聚在自己的身边,渐渐地上千炼尸,起起出现,将他环绕在内,全部都向着徐小山发出咆哮。 四周的众人,从开始的亥然吸气,直至现在,鸦雀无声,每一个此地的弟子,都被这诡异的一幕弄得头皮发麻,起起后退,望着那上千炼尸,看着此刻煞气滔天的炼尸内,被层层保护的白小纯,全部心神一颤。 徐小山也头皮要炸开,觉得眼前这一幕匪夷所思。 不远处的施丰大长老,此刻眼珠子都要瞪出,他多年前驻击后,经过惨烈的争夺,终于成为了施丰的大长老。 在这施丰主持了近百年之多,自认为一生所见炼尸无数,对于炼尸的了解,即便是一些截丹修士,也都不如自己。 可眼下,在看到上千炼尸都在保护白小纯时,他的呼吸急促,他的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 他是怎么做到的? 就在这众人都被震撼时,白小纯都快哭了。 完了完了,养师方被我毁了,这些炼尸不知怎么的,居然把我守护在内,显然不听他们原本的主人的了。 我一下子得罪了上千弟子,这是要逼我去叛宗啊。 怎么办,怎么办,白小纯交集,这要是在灵溪宗,他知道,必定是闯下大祸,一定会被狠狠责罚。 至于这血溪宗,白小纯估计自己会被活活打死。 他甚至都感受到了,四周这些弟子隐藏在墓中深处的杀鸡,就在这时,他身后传来一声咆哮,四周的炼尸全部一颤,齐齐让开一条道路。 只见从这养尸方的废墟内,一个全身散出浓郁煞气,通体绿色的高大身影,此刻缓缓地一步步走出,这身影双手指甲锋利,如同刀刃,绿色的皮肤,看起来充满了诡异,还有刺出的牙齿,让人触目惊心。 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上有无数的绿毛,这些绿毛每一根都无限之长,有的蔓延四周,与白小纯身边的上千链狮连接在一起,还有的则是散乱地向着四周飘摇。 白小纯睁大了眼,待在那里时,这高大的绿毛僵尸,一步步蹦到了白小纯的身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可身上的煞气却是更为翻滚。 这一幕,让四周所有看到之人,再次吸气。 操控,这绿江的能力,居然是操控。 天啊,我怎么不知道,还有绿江这样的品种,前所未闻。 而且,这绿江本身也不凡,看起来势力虽不如注击,可也堪比名气七八层的样子,这才是他恐怖的地方,可以操控大量与他相似,甚至更强的僵尸。 徐小山呼吸急促,直勾勾地盯着绿江,眼中慢慢露出强烈的光芒,可还没等他开口,一声长啸,从不远处的尸封大张老口中,默然传出。 好好好,师封大长老,振奋之下,一连说了三声好,身体一晃,出现时,已在了练尸中,白小纯的绿毛江面前。 他的出现,身上微压散开,使得这些僵尸都颤抖,可依旧发出嘀吼,师封大长老毫不在意,目不转睛地望着绿江,如看瑰宝,慢慢地都激动起来。 你叫叶藏?他转身,看向叶藏,那目中如看瑰宝之意,更为明显。 弟子叶藏,拜见前辈。 白小纯不知道对方是谁,连忙摆出肃然,抱拳一拜。 这绿毛江,是你练的? 怎么练的? 师封大长老立刻追问。 白小纯眨了眨眼,如是开口,说出了自己炼制灵药,使得这炼尸出现一变,从而形成了这么一个样子。 至于为何如此,他也说不出所以然。 不过,却将单方烙印在了预检上,恭敬地递给了眼前这个老者。 甚至想了想,暗中尝试联系绿毛江,发现自己凭着念头就可操控后, 琢磨应该是自己担要内有自身血液的缘故,于是索性表忠心的,为了让对方少给自己一些惩罚,将绿毛江的控制御检,也给了师封大长老。 他也看出了,四周众人有不少不认识老者,可还是有一些,在看到这老者后,神色变化,低头恭敬,于是猜出这老者身份不俗。 拿着预检,师封大长老仔细地看了看后,双眼的光芒更为狂热,大笑起来,看向白小纯实,满是赞赏。 夜葬,老夫师封大长老,你做得好,非常好,这是一个全新的僵尸,炼制的方法,老夫回去研究一下,你这一次为我师封立下了大功。 毁了区区养师方,算得了什么,别说你是无信治过了,也没人死亡,就算是你误杀的人,只要为宗门做贡献,都不算什么。 来人,赏赐五千灵石,三万贡献点,通知下去,此人的灵石,谁敢抢走,就是与老夫为敌。 师封大长老激动,大笑中看向白小纯实,欣赏之意更为浓郁,转身一晃,卷起绿毛酱,直奔师封而去。 啊,白小纯蒙了,看到师封大长老离去,这四周的弟子,一个个对自己怒目而逝,可却偏偏只能咬牙地散开, 看着有失丰的一个长老,目中带着鼓励,给了自己五千灵石,又让自己拿出身份预见,划过去三万贡献点。 甚至许小山那里,不管心里怎么想,可脸上却露出笑容,上前主动攀谈,话里话外的意思,要白小纯的单方,白小纯很大方地烙印了一份给了许小山, 这单方只是初期的,对白小纯而言,没有任何价值。 许小山喜悦,给白小纯这一次的任务,极高地评价后,这才如获至宝地匆匆离去。 白小纯看着渐渐空旷的四周,又看了看被自己毁去的仰师方,他深吸口气,他之前都做好了被惩罚的准备, 可这一幕的逆转,让他深深地意识到,这里与灵溪宗果然不一样。 这里太好了,大寿与我同脉,修行不死金刚非凡,甚至我炼丹惹出麻烦,纵门不但不追究,反而赏赐。 白小纯感慨,心中也明白,对于师封大长老来说,若是这一次自己没有炼出这样的僵尸, 那么闯下如此大祸,估计是死有余辜,对方不会去看一眼。 师封大长老重视的是最终的结果,至于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不在意,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看重的只是有用。 实际上,白小纯还不是很清楚,在血西宗,如师封大长老的这种思绪,也代表了血西宗绝大多数高层的心态, 甚至有不少还认为,也是能折腾的弟子,才说明越有潜力。 毕竟血西宗根本上讲,是魔宗,讲究的是率性,讲究的是魔心。 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一将功成万古枯。 带着感叹,白小纯走在宗门的路上,向着洞府走去,如今他已完成了任务, 等其他人也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后,就可以去进行筑机试炼了。 此刻天色渐晚,白小纯走着走着,忽然看到远处一座足有三人多高的巨大石碑下, 有一个女子坐在那里,风吹起她的长发,连带着衣裙,随风飘荡, 整个人散发出一股独特的魅力,似于随风而去。 这女子脸上戴着一个血色的面具,面具上有一朵梅花, 此刻正抬起琴手,遥望远方,墓中的神采,似有惆怅。 白小纯立刻就认出对方的身份,正是那在宗门内, 不少人谈之色变的血眉少主。 而那三人多高的巨大石碑,边缘不规则,似乎不是完整,而是一块残壁, 这里是血熙宗那一处任何弟子都可以来观摩感悟的丹壁所在, 与万血崖齐名的圣丹残壁。 据说有悟性的人,可以在这丹壁上看到炼药的幻影, 如能感悟,可明悟要道是血熙宗万年前从丹熙宗抢来的, 丹熙宗多次要来买走,血熙宗都没同意。 血熙宗虽要是西少,可因这残壁在于八截年前出现过一个丹道奇才, 创造了一种叫做不死血丹的天地奇药,轰动宗门。 而此人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参悟这残壁后炼药之术大范围提高。 这圣丹残壁能感悟的人极少,白小淳也听假业葬说起过, 甚至假业葬也曾来此感悟了好久都一无所获,此刻路过, 白小淳看向血眉的同时也多看了几眼单臂。 几乎在白小淳看去的瞬间,血眉有所察觉, 面具下的绣眉皱起,侧头目光在白小淳身上一扫, 带着冰冷与傲然,如同高高在上的仙魔低头去看蝼蚁, 起身踏空,化作一道血红,飞去祖风。 被人以看蝼蚁的目光扫过,白小淳立刻怒了, 他觉得这血眉也太熬了。 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家白爷爷还是天道助击呢, 露出来吓死你。 白小淳不愤,心底嘀咕,冷哼一声, 抬起下巴,小袖一甩。 早晚会有一天,我白小淳谈指尖,让你灰飞烟灭。 未完带血。 时间一晃,很快数月过去, 白小淳是所有参与助击试炼的众人中, 前几个完成任务者虽然提前完成, 可毕竟还没到宗门约定的时间, 只能等待其他人陆续完成, 才可以开启助击试炼。 这几个月,他也没有浪费, 而是振奋激动地修行不死金刚卷, 可以说,白小淳从踏入修行开始, 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 在没有任何压力下,就这么的用心。 甚至每一次修行不死金刚卷时, 全身的酸麻感, 让他从开始的不适渐渐变成了习惯, 而现在,甚至能从这酸麻中找到一丝愉悦。 哈哈,我的力量正在增强, 继续酸麻下去吧。 白小淳眉飞色舞, 每天都要在洞府内挥舞拳头, 感受着自己的力量逐渐地增加, 又看着自己在运转这不死金刚卷时, 四周地脉升起的丝丝血气, 他就激动不已。 这里就是我白小淳的圣地啊, 不但闯了祸不被责罚, 还有赏赐, 甚至修炼都这么快, 白小淳感慨, 越来越觉得这血稀松适合自己, 可想着想着, 觉得自己立场有些不对, 于是赶紧摆正心态。 我是灵犀踪的。 白小淳内心提醒自己, 重新沉浸在这酸麻感中。 直至数月后的这一天, 白小淳的不死金刚卷, 终于完成了第三个999次循环, 体内传出轰鸣巨响, 身后更有三个巨像之影幻化而出。 他双眼猛地睁开, 露出精芒时, 整个人兴高采烈地起身, 握拳向前一击, 破空之声骤然传出时, 白小淳深吸口气。 三项之力, 在这里修行实在太快了, 而这还仅仅是血稀松手背的位置, 如果能到了手指, 靠近血瀑布, 一定能更快。 白小淳大笑, 琢磨着要出去溜达溜达时, 忽然神色一动, 拍了下橱带, 手指出现了身份预检。 此刻这预检正在微微闪光, 白小淳灵力融入后, 立刻脑海内回荡了一个冰冷无情, 甚至带着一丝阴森的声音。 内门弟子夜葬, 获二次铸鸡试炼资格, 三日后正午万血崖上, 与其他试炼者争夺铸鸡机缘, 居然是在万血崖。 莫非这一次的铸鸡试炼, 选择在了万血深渊内。 白小淳握住欲剑, 心神一震, 这万血深渊他之前问询假夜葬, 关于血溪宗四色火的火种时知晓, 丝叶草就出自万血深渊。 白小淳目中露出期待, 他始终在等着铸鸡试炼的资格, 可以说他是所有人中最在意也是最不在意的。 说在意是因以这个名义, 他归来后就可以显露出铸鸡修为, 更可以选择中锋, 成为护法, 距离获得永恒不灭之物, 迈出了一大步。 说不在意是因他本就天导铸鸡, 想到自己是灵溪宗的弟子, 于是白小淳觉得自己是站在道义的一方, 感慨时袖子一甩, 摆出严肃的表情, 抬起下巴。 这一次, 我不能让你们筑击成功, 不好意思, 因为我是卧底。 白小淳内心这么想识, 觉得自己实在是灵溪宗的功臣, 不知不觉的, 就又要立下一个大功了。 于是, 美滋滋地继续打坐修炼。 三天后, 白小淳整装一番, 摆出业葬的那副冷酷的样子, 又锻炼了一下自己的眼神, 使得眼神看起来充满了煞气, 这才走出洞府, 一路向着万血崖走去。 万血崖是灵溪宗内门区域里, 两个神秘的地方之一, 另一个地方是处圣丹残壁。 这万血崖是一处深渊, 深渊内血光弥漫, 形成了一个不大的秘境。 实际上, 这里是这巨手的手背上, 一个曾经的伤口形成的小世界, 被改造后成为了一处秘境所在。 此地盛产四叶草, 这种四叶草是四色火的火种, 也算是血溪宗的特产, 平日里弟子修行, 大都可以用上, 甚至是作为资源与外人交易, 也都价值不菲。 只不过想要去获得四叶草, 需要一定的机缘, 且这四叶草所在的深渊内存在了血兽, 这些血兽没有神志, 只有疯狂的杀戮之心, 似乎是这血溪宗的大手, 自身凝结的残缺生命。 对于一切闯入深渊内的生命, 都会发起攻击。 这一次筑鸡试炼的地点, 就被血溪宗的四位大长老, 选择在了这里进行。 白小纯到来时, 此地已有七八人提前达到, 有的单独打坐, 有的则是彼此靠近一些, 正在低声交谈。 白小纯一来, 就看到了赵无常, 赵无常墓中有寒芒一闪, 这里的所有人都将是他的竞争者, 可脸上却挤出笑容, 热情地招呼白小纯过去。 他们这些聚在一起, 都是当日洞府内的几位。 这一次我听说获得资格的人有三十多个, 可住鸡丹却很少, 在这深渊内, 不但彼此要厮杀争夺, 还要面临血兽。 就按照我们之前约定的, 进入后, 先联手灭杀其他人, 然后我们彼此再抉择住鸡丹的归属。 众人低声议论时, 白小纯看向一旁的万穴深渊, 这深渊的入口是长条状, 足有数十丈宽, 下方血光浓郁, 看不到尽头所在, 可却能感受到一缕缕气息, 似锁定在了这里, 如同有恐怖的存在, 于下方张开大口, 等待吞噬。 隐隐地, 还能听到有闷闷的咆哮, 从这深渊下传出。 这里的血兽, 据说有筑基以上的存在, 对于我等而言, 这里的危险程度, 不弱于筑基圣地。 赵无常感慨开口时, 白小纯点了点头, 收回目光。 陆续有其他人到来, 有的加入进来, 可更多的却是散在四周, 冷眼看着身边一切同门。 很快的, 正五十分, 此刻参与筑基试炼的弟子, 大都来齐, 足有三十七人。 就在这时, 突然地, 远处四大山峰, 此刻各有一道长虹, 掀起奔雷之声, 轰鸣而来, 从邵泽峰飞来的, 是一个中年男子, 这男子身体高大, 全身气血磅礴, 远远一看, 竟影响了四周, 使得他身边树杖内, 有血气惊人。 尤其是在他的身后, 似有一道虚影, 看不清晰, 只能大致看出, 似乎是一只大手, 隐隐地与这血吸踪的大手, 似乎有几分相似。 而最惊人的, 则是这中年男子的右手, 外露出的皮肤上, 居然有阵阵军裂的痕迹。 他正是邵泽峰的大长老, 而来自吴明峰的大长老, 是一个诸如, 这诸如短发, 脸上有一道疤痕, 他脚下踏着一天黑雾, 仔细一看, 这雾气赫然是一个魔头, 神色猙獰, 更有威压扩散, 带着诸如直奔此地。 施峰的大长老, 白小纯见过, 正是那位满脸皱纹, 可偏偏身上的生机, 给人一种年轻人感觉的老者。 而最后一个, 则是中风大长老, 也是白小纯最关注的目标, 那是一个女子, 一个全身上下, 仿佛成熟到了极致的曼妙女子。 这女子穿着很是大胆火辣, 明明是寻常的道袍, 可在她的身上, 却充满了诱惑, 雪白的长腿, 还有那腰臀之处夸张的收拢, 以及圆润之窍, 足以让所有人看到后, 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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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满, 似乎这道袍都无法兜住, 仿佛随时刻意爆出, 还有那一头红色的长发, 使得整个人如意团伙。 偏偏她的俏脸, 说不出的美丽, 瓜子脸上似天生就带着妩媚, 双眸流盼间, 露出丝丝媚态, 就算是白小纯, 在看到后都下意识地吸了口气, 而其他人更是心脏跳动加速, 可却赶紧低头, 不敢去看第二眼。 她就是中锋大长老, 宋缺的小姑宋君婉。 白小纯没忍住, 又多看了一眼, 这一眼看去时, 立刻就与这熟透的女子目光对望。 宋君婉笑了笑, 可白小纯却头皮一麻, 她不知为何, 对方明明是笑, 可她却感觉到了强烈的危险, 连忙低头。 在她低头的瞬间, 宋君婉目光一闪, 心底有些诧异, 在她这个位置去看, 这万穴崖上所有人, 只有白小纯这里, 抬头看了自己第二眼, 这让她不悦, 正要惩罚时, 对方竟如此敏锐地察觉, 立刻低头。 随着这四位大长老将林, 万穴崖上所有弟子, 立刻抱拳, 向着四人纷纷一拜。 拜见四位大长老。 白小纯也在人群内, 装模作样地拜见一番, 心底也在感慨, 这中风大长老如此妖孽, 自己要去她的香归洞府, 获得永恒不灭之物, 实在太难了。 还是按照原计划, 争取能取代她的身份, 我白小纯成为中风大长老吧。 白小纯内心叹息时, 耳边传来中风大长老宋军晚的声音。 你们都是筑基圣地的失败者, 原本按照规矩是应该被责罚的, 可这一次, 我等四人与掌门商议后, 破例再为你们进行一场反倒筑基试炼。 以筑基丹进阶, 就是反倒筑基, 而成功率不好说, 有的人一枚筑基丹就可以成功, 有的需要两枚, 三枚, 我血稀松最多的一次, 是一个弟子用了六枚筑基丹, 才成功进阶。 此刻我手中丹瓶内, 有十粒筑基丹。 宋军婉微微一笑, 笑容更为妩媚, 可却带着一丝邪意, 偏偏这邪意不但没有减少他的美丽, 反而使得他更为动人, 如同带刺的玫瑰。 此刻他话语中, 右手出现了一个丹瓶, 静一笑之后, 直接将丹瓶扔下一旁的万穴深渊内。 去抢吧, 你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后, 我们会接引你们上来, 成功筑基者, 可选择山峰成为护法。 未完带穴。 丹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划出一条长线, 骤然间落入深渊, 就在这一瞬, 此地这三十多人, 几乎所有人都目光收缩, 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跳下深渊, 化作一道道长红, 直奔那单平而去。 注击资格一定是我的。 我失败了一次, 这一次绝不能再失败, 我要注击。 这一次没有不允许杀人, 那么所有与我争夺注击之人都要死。 轰轰轰, 这些在注击圣地的失败者, 此刻全部爆发, 一个个疯狂, 眼睛立刻就红了起来, 疯狂地踏入深渊, 眨眼间就开始了争夺。 白小纯也在人群内, 盯着下方被众人追逐的丹瓶, 此刻速度一瞬间暴增, 更有浓密的血气,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眨眼间就超越了前方几个弟子, 与另外三个一样爆发出速度的血吸踪弟子, 一起出现在了这深渊的下方, 出现在了单平的四周。 这还是白小纯刻意没有露出注击修为, 否则的话, 他只需心念一动, 就可碾压一切。 白小纯来到血吸踪后, 学会了谨慎, 所以此刻用出的都是宁气修为之力, 虽没有竖法, 可在面具的掩盖下, 倒也没有破绽。 更为完美的是白小纯的身上的的确确有血气存在, 他修行不死金刚圈, 在这血吸踪内需要吸收大量血气, 所以看起来与其他弟子没什么区别。 眨眼间, 白小纯临近, 低吼一声, 右手抬起时, 向着四周猛的一挥, 立刻体内血气释放出来, 形成冲击, 向着四周扩散时, 那三个与他争夺单平的弟子立刻抵挡, 但却依旧全身一震, 身体不由地慢了一下。 夜葬, 你果然也有隐藏, 你一定是在筑基圣地另有造化, 所以虽没有地脉成功, 可却超越了寻常的宁气十层。 眼看夜葬有如此速度, 且一人之力对抗三人联手, 这一幕让不少在后方的弟子虽有意外, 可却没有出乎意料。 赵无常双眼一闪, 也是这样判断时, 与白小纯争夺单平的其他三人, 此刻一顿之下, 被白小纯超越, 当鲜而去。 与此同时, 白小纯也从体内逼出一缕鲜血, 与嘴角溢出, 装作受伤却疯狂的样子, 一瞬冲了过去, 一把抓住了单平。 这个时候, 若是换了其他人, 立刻会捏碎单平, 自己留下几粒筑基单, 其他的全部扔出, 吸引众人, 分散自己的压力。 甚至白小纯身后的那些弟子, 也都做好了准备, 准备在白小纯扔出其他的筑基单后, 开始抢夺。 甚至万穴崖上, 四大丰的四位大长老, 他们在离去前, 也都注意到了这一幕, 低头看去时, 眼看单平被白小纯抢走, 他们没有意外, 显然也都知道, 血稀宗的弟子, 每个人都有一些杀手锏。 至于尸丰大长老, 也认出了白小纯, 墓中有些淡淡地赞赏, 毕竟炼尸的事情已过去了数月, 除非白小纯不断地引起他的注意, 否则的话不会去关注太多。 可紧接着, 这四位大长老却很快地愣了一下, 纷纷诧异。 深渊中, 在所有人的墓中, 白小纯居然没有捏碎单平, 而是速度再次增加, 仿佛豁出去了, 直奔下方而去。 业葬, 你要干什么? 该死的, 你竟如此选择。 业葬, 你找死。 众人全部大怒, 纷纷轰鸣间, 速度全部爆发, 直奔深渊下方, 向着白小纯不断地追去。 在这深渊内, 众人对白小纯这里杀鸡滔天的追击时, 万穴崖上, 四位大长老一个个神色奇异, 相互看了看后, 都看出彼此神色内没有去掩饰的感兴趣之意。 吃毒食, 有魄力, 这种心性, 太适合我们血稀宗了, 此子之前我没太注意, 这种性格, 遗憾没有地脉成功, 否则的话, 日后不死, 必定是天骄啊。 邵泽峰大长老, 那位魁梧的大汉, 声音嗡嗡, 神色看起来很猙獰, 可目中却有赞赏。 有些意思, 想吃毒食的人不少, 可敢在这三十多个失败者中这么做的, 他是第一个。 中风宋军婉颜口一笑, 对白小纯的印象更深了一些。 他叫夜葬是吧, 好名字, 好苗子, 他这是腰绝了所有人的驻鸡之路, 只让自己驻鸡, 从而脱颖而出, 若能成功, 此人我吴明峰要了。 吴明峰大长老, 那位侏儒, 节节笑道, 我记得这个人, 他还有养师的天赋, 是个奇才。 师封大长老哈哈一笑, 他们四个对于白小纯这里的举动, 纷纷欣赏, 赞叹不已, 于是带着期待, 各自离去, 会在一个月后再次到来, 接引众人。 不知一个月后, 这吃毒食的业葬, 能否还活着? 先说好, 此人如果活着且住鸡, 我吴明峰要了。 这四位大长老彼此笑谈, 化作长虹远去。 深渊下, 白小纯一路急迟, 速度飞快, 还不忘食而喷出一口鲜血, 提醒别人自己受伤了, 可速度却没有减少, 很快就到了这深渊的底部, 目光扫了一下, 这里的确是一个小世界, 地面上有山脉起伏, 也有血色的植被丛林弥漫。 远远看去, 还有一座座火山, 火山内传出阵阵轰鸣, 散出高温。 更是在白小纯到来的刹那, 他感受到了在这个小世界里, 存在着大量的带着凶残的气息。 想要和我抢住鸡丹, 做梦去吧。 白小纯得意时, 他身后其他弟子纷纷降临, 一个个带着煞气, 刹那追来。 业葬, 做人不能这么狠, 你这是要绝了所有人的路。 你敢这么做, 你必须要死。 哼, 得罪了这么多人, 你死定了, 你就算想要躲起来住击, 可这世界不大, 也不陌生, 就不信抓不到你。 白小纯头也不回, 在众人追来, 大量术法神通轰鸣临近的刹那, 身体一晃, 直奔一座火山, 这万穴深渊, 在成为这一次的筑基试炼之地前, 血稀宗的弟子, 在接收采集四叶草的任务时, 也会到来。 只不过执行任务时, 有一定的庇护, 所以只要谨慎, 生命一般无碍, 假业葬曾多次到来, 对于这里的地形较为熟悉。 四叶草都在火山内, 白小纯目光一闪, 靠近一座火山, 刹那钻了进去, 消失不见。 几乎在他消失的同时, 他身后那些追来的弟子, 也都带着漫天的怒火与煞气, 直奔火山口内追去。 万穴深渊下, 一处火山口内, 白小纯正飞速前行, 他身后, 此刻大群弟子正一个个怒火中, 不断地追击, 但追着追着, 白小纯的速度越来越快, 尤其是这火山口内并非封闭, 而是四通八达, 有无数通道, 如同迷宫。 白小纯随意选择了一个钻入后, 其他人追了半天, 渐渐竟找不到了白小纯, 这一幕, 立刻让众人都要发狂了。 未完带血, 他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这一个月找不到白小纯, 拿不到助击单, 他们就失败了, 一想到这里, 所有人都疯狂起来。 更有的, 对白小纯的恨, 已经是难以形容, 近乎不共戴天一样。 业葬, 你太毒了。 虽然我血熙宗讲究弱肉强食, 更是一将功成万古枯, 可你也不能读到这种程度啊。 十个助击单, 你哪怕扔出一个给别人也行啊。 就算你躲到火山内, 也没用, 这火山内虽有迷宫通道, 可范围不大, 怎么也能找到你。 在这众人寺下, 各自带着杀鸡, 于这迷宫般的地下通道内, 寻找白小纯石, 白小纯左拐右拐, 此刻前行石忽然脚步一顿, 看到了前方的石缝处, 长着一大片三叶草。 其中有一颗, 正是四叶。 白小纯眼睛一亮, 立刻上前将这四叶草拿起, 仔细地看了看, 目中露出兴奋。 这里果然有四叶草, 哈哈, 我的练龄可以进行第四次了。 他心底振奋, 收了后立刻前行, 在这庞大的地底迷宫中, 似乎忘记了铸鸡丹, 开始寻找四叶草。 时间流逝, 很快地过去了四天, 这四天里, 白小纯数次遇到其他人, 往往彼此一见面, 对方就立刻杀来, 白小纯干咳一声, 身体一晃, 进入通道后很快甩开, 继续寻找四叶草。 途中, 血兽也遇到了几头, 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这里特殊的血兽后, 白小纯也觉得惊奇, 避开后继续找四叶草。 又过去了三天, 白小纯在这地底通道飞奔时, 来到了一处众多通道的交汇处, 这里是一个庞大的深坑, 足有十多里范围, 深坑内长着无数的蘑菇, 这些蘑菇一个个都很庞大, 最小的也都一人多高, 大的足有十丈大小。 这些蘑菇颜色各异, 还有的近乎半透明, 正在有规律的摇曳晃动, 在那些蘑菇之间, 地面上长着血色的三叶草, 白小纯仔细一看, 这些三叶草中, 几乎每隔一段距离, 都会出现一颗四叶草。 嗯, 白小纯眼睛一亮, 觉得这里是个好地方, 看了眼那些蘑菇, 他迟疑了一下, 正要试探一下时, 忽然睁大了眼, 露出无法置信与骇然, 身体都顿了一下。 他赫然顺着远处的一群蘑菇中间的缝隙, 看到在那群蘑菇后面, 有一只白色的兔子正趴在那里, 左看看, 右看看, 不时地一口吞下一颗三叶草。 白小纯有些不敢相信, 这兔子, 他绝对不会认错, 居然是那只学舌兔。 白小纯觉得这个世界都变得诡异了, 这兔子的存在超出了他的想象, 白小纯去了北岸时, 这兔子也出现在了北岸, 如今白小纯到了血溪中, 这兔子竟也出现。 我都来这里了, 你你你, 你怎么还在? 白小纯越发觉得, 这兔子非同寻常, 好在此刻白小纯看出, 这兔子似乎没发现自己, 于是不顾这里有不少丝叶草了, 白小纯对这兔子是真的怕了, 连忙小心翼翼地后退, 就要从身边一个通道赶紧离去。 千万不能让他看到我, 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里, 不对, 我现在是业葬, 他应该认不出我才对。 白小纯心惊肉跳, 可就在他悄然无息地退后时, 突然地一声怒吼, 从这处深坑内传出, 一条巨大的血色蚯蚓, 直接从这深坑内钻出, 直奔兔子而去。 兔子猛地跳起, 速度之快, 那蚯蚓根本就无法碰触丝毫, 可就在兔子跳起的同时, 地面上众多地方全部翻滚, 一条又一条巨大的蚯蚓, 全部钻出, 密密麻麻, 直奔兔子追去。 兔子竖着耳朵, 口中传出阵阵霍霍之声, 似学着蚯蚓钻土时的声音, 向前急驰飞奔, 正要顺着一条通道远去时, 忽然一顿, 竟看了白小淳一眼, 似乎诧异, 同时也露出了一丝亲切。 看到这亲切之意的瞬间, 白小淳头皮都要炸开, 没有任何迟疑, 刹那钻入通道, 急速远去。 这该死的兔子, 它到底怎么回事? 白小淳都要哭了, 它害怕啊, 对于这兔子, 它是真的怕了。 一想到那学舌的话语, 白小淳这一次很庆幸, 自己发现得早, 否则的话, 若被传出了什么话, 白小淳一想到整个血熙宗知道了, 原来自己就是白小淳后, 立刻就哆嗦起来。 这要是知道了, 我估计会死一万次, 还会被一块块地切下来, 送给灵熙宗。 白小淳倒吸口气, 在心底喃喃, 它此刻已经谨慎很多, 尤其是知道兔子在后, 不断地提醒自己, 千万不能多言。 不能四下乱走了, 兔子在这里, 这里太危险了。 白小淳想到这里, 赶紧找了一个地方, 挖出一个洞口, 钻入进去, 愁眉苦脸地默默等待时间。 也罢, 这段时间, 我就当是筑记好了, 这样外出的时候, 也就没事了。 白小淳叹了口气, 盘西坐在这里, 默默打坐时, 又想了想, 索性拿出一些其他的丹药, 与筑记丹对比时, 忽然双眼亮了一下, 想到了一个主意。 此时此刻, 在这迷宫内的其他弟子, 已经一个个疯狂了。 他们全部红着眼, 在这通道迷宫内搜寻, 一连找了十天的时间, 终于将这全部迷宫都找了一遍。 也找到了白小淳所在的地方, 可当他们刚靠近, 白小淳就搜得一声飞出, 急迟远去, 身上更是散发出一丝丝筑记的气息。 这一幕, 立刻让这些弟子抓狂。 他在筑记, 抓住他。 我们找了十天, 他竟在筑记, 一定不能让他成功。 可就在这些人凝聚起来, 疯狂地追击时, 白小淳叹了口气, 右手突然抬起, 立刻有树立带着筑记丹气息的丹药, 被他直接向着好几个方向猛地扔出。 筑记丹给你们了, 谁再来惹我, 等我筑记后, 灭他全足。 白小淳低吼, 声音也带着煞气, 速度也一下子爆发, 远远离去。 四周众人纷纷呼吸急促, 他们感受到了那些丹药上筑记丹的气息, 此刻猛地散开, 直奔这些丹药而去, 一时之间斗法厮杀, 轰鸣不断。 这场争夺, 最终有五个修为强悍的弟子, 抢夺到了丹药, 急速逃走时, 被其他人追击, 可很快地就有凄厉的嘶吼, 带着咒骂之声, 滔天而起。 假的, 这不是筑记丹盖死的业葬。 我想起来了, 他会炼丹。 这是假的, 真的是假的。 这些不是筑记丹, 是上面盖了一层筑记丹的碎末。 虽然如此, 可却没多少人相信, 直至有一个弟子将抢到的丹药拿出, 众人在一起都看到了丹药被拨开后, 露出的里面一枚寻常的二阶丹药后, 一个个对白小纯的恨已经无法形容了, 尤其是这种损招, 只有药师才能干得出来。 偏偏血稀宗药师很少, 高层虽希望多一些药师, 可实际上弟子们, 很少有人去选择, 将大量时间耗费在炼药上。 业葬, 我要杀了你。 众人抓狂怒吼, 再次寻找, 又过去了十天, 所有弟子, 一个个都憔悴得越发疯狂, 他们劈头散发, 焦急的嘶吼在很多地方都传出。 而如今距离最后的期限, 只剩下了十天, 这让所有人焦急地要崩溃, 彼此之间的厮杀, 还有遇到血兽时的杀戮, 也随着情绪的波动不断地进行。 在他们这寻找下, 终于又找到了白小纯。 可这个时候, 他们一个个绝望地发现, 白小纯身上散发出了浓郁的筑基气息。 大胆, 看见本护法, 还不败贱。 白小纯抬起下巴, 小秀一甩, 傲然开口。 薛熙宗弟子进阶, 成功筑基后, 就不再是弟子了, 而是可以选择四大山峰中任何一个, 成为护法, 若是地脉筑基, 则是比护法高出一头的长老。 可无论是长老还是护法, 对于内门弟子都拥有极为的威慑, 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 掌握了生死。 此刻随着众人找到了白小纯, 随着白小纯袖子一甩, 傲然地开口, 声音回荡时, 他前方那些薛熙宗的弟子, 一个个欲哭无泪, 悲愤欲绝, 全部望着白小纯, 伴赏之后, 那些方才喊打喊杀的弟子, 一个个都快哭了, 对白小纯的恨, 已经难以形容, 可却只能低下头。 众人咬牙, 低头一拜时, 白小纯得意地抖擞, 可神色却露出肃然, 发出洁洁的笑声, 目光在这些人身上扫过。 夜护法, 弟子, 弟子愿意用所有积蓄, 换取一枚助击丹, 赵无常意咬牙, 连忙开口。 他这么一说, 四周其他人纷纷陆续这般, 既然无法抢夺, 此刻他们所想, 就是讨好白小纯, 换一枚助击丹过来。 这助击丹对他们而言, 珍贵的程度难以形容, 若是失去了眼下这个机会, 恐怕要等很久, 都不一定换来助击丹。 尤其是, 此刻只要一枚助击丹, 他们就拥有一步登天的资格, 这更让众人心底焦急。 赵无常目中露出果断, 浮现血丝, 他想起了自己那没落的家族, 想起了自己的一些仇家, 而现在, 他的仇家已有几人助击成功。 如果自己无法短时间助击, 那么等待自己的将是家族的灭亡, 甚至他自身稍微一个不谨慎, 也会被直接坑杀。 想到这里, 赵无常狠狠一咬牙, 猛地上前, 竟直接跪拜在了白小纯的面前, 右手抬起一指眉心, 他眉心血光闪耀时, 出现了一滴鲜血, 这鲜血带着他的一丝魂, 如同被分割一样。 这种术法, 是他早年无意中获得的秘书, 以如今的修为运转, 反噬极大, 在这一滴魂血出现的瞬间, 他面色苍白, 喷出一大口鲜血, 抬头时望着白小纯, 声音沙哑, 带着疯狂。 叶护法, 你若能让我铸鸡, 赵某愿为奴役甲子。 赵无常的声音尖锐, 传遍四周时, 这四周的其他弟子, 纷纷倒戏口气, 齐齐看向赵无常, 一个个神色复杂, 他们虽极度渴望铸鸡丹, 可与自由比较, 这个决心很难下定。 此刻一个个都沉默下来, 别说他们没有那种分裂浑血的方法, 就算是有, 此刻在这衡量下, 也都叹了口气, 不愿用自由去换。 毕竟朱鸡丹虽难以获得, 可谁也说不好, 以后是否有这样的机缘。 白小纯也动容, 看了赵无常一眼, 尤其是看着那低魂血, 他如今不是刚入修真界, 对于一些常识也有耳闻, 沉音少请后, 白小纯右手一指, 立刻那低魂血飞到面前, 碰触指尖的刹那, 这魂血消失不见。 一股奇妙的感应, 融入白小纯心间, 那是一个念头, 就可以让赵无常死亡的操控。 这操控, 让白小纯心神震动, 他不知为何, 隐隐觉得, 这种控制, 似乎与自己所追求的 御人星号星号, 有些相似之处。 赵无常, 白小纯沉默片刻, 抬头时缓缓开口, 他此刻严肃下来, 就连声音也都带着一股肃杀之意, 让四周弟子心神一颤。 赵无常抬头, 望着白小纯, 目中露出恭敬。 我给你一个助击的机会, 但只有一次。 白小纯有自己的立场, 此刻一挥手, 一枚助击丹飞出, 在四周众人贪婪的目光下, 这丹药直奔赵无常。 没有人敢在一个助击修士面前出手争夺, 这丹药被赵无常一把抓住后, 他全身都在颤抖, 机动中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 尽快走几步来到白小纯的身边, 盘膝坐下后立刻吞下, 选择在这里直接助击。 随着丹药入口, 赵无常全身震动, 体内似有火山爆发。 白小纯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 心底也在感慨, 若是在灵溪宗, 助击丹虽一样少有, 可代价绝不会如血溪宗这么大。 这一刻, 他忽然有些明悟, 修真戒, 或许就是如此。 血溪宗之所以强盛, 也有其道理,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出来的弟子, 他们自身的强悍程度, 显然不是其他宗门弟子, 可比。 至于归属感, 只要血溪宗始终强盛, 只要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那么就如同一个巨大的车轮, 可以碾压一切欲挑战规则者。 同样的, 在无法挑战的情况下, 最好的选择就是融入进去, 成为获得利益的一部分。 时间流逝, 当这一个月的期限即将到来时, 赵无常全身轰鸣, 爆发出了一股筑机的气息, 他的双眼默然睁开, 露出精芒, 全身修为, 化作体内领海, 虽比不过地脉筑机, 可在凡道中, 他的基础颇为深厚。 多谢主人! 赵无常深吸口气, 在四周众人复杂的目光下, 起身向着白小纯抱拳, 深深一拜。 白小纯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突然地, 一道道光芒从天空落下, 准确地落在了这里 每一个修饰的身上, 刹那笼罩后, 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吸力, 狠狠一拽。 轰! 众人身体不受控制, 全部飞起, 直奔天空, 一路穿梭深渊血雾, 很快地, 当眼前的一切清晰时, 他们身上的光芒消散, 每个人都修为爆发, 直接飞起, 一一从深渊内冲出, 落在了万血崖上。 似封四位大长老, 此刻都站在万血崖上, 在这些弟子出现的刹那, 目光瞬间扫过后, 立刻就落在了白小纯与赵无常身上。 而赵无常的站位, 竟是在白小纯身后, 且明显身体威攻, 这恭敬, 既是对四位大长老, 同样也是对白小纯。 这一幕, 立刻让这四位大长老, 双眼全部一鸣, 他们也是助脊修为, 只不过都是踏入到了助脊的巅峰, 此刻一扫, 就看出了端倪。 这业葬, 收服了另一个助脊, 四位大长老相互看了看, 对于白小纯这里, 兴趣更大, 他们一个月前离去时, 就被白小纯吸引了目光, 此刻感官再次增强。 若是只有白小纯一个人助脊, 那么他们虽赞赏, 可也仅仅是赞赏罢了, 但现在收服了一个助脊, 这表示白小纯虽有吃毒食的心, 可却并非不可变通, 在利益之下一切皆有可能。 这种心态, 这种做法, 让这四位大长老感受到了浓郁的血吸踪的特色。 夜葬护法, 你吃了几枚助脊丹, 吴明峰的侏儒忽然开口, 两枚, 白小纯没有迟疑, 立刻说道, 其他的助脊丹, 你打算如何处理? 一旁的邵泽峰大长老, 那位魁梧的大汉, 目中的欣赏更多, 问了一句。 这个, 白小纯内心微动, 想了想后, 抬头淡淡地传出话语, 夜某有一个梦想, 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药师, 多出来的助脊丹, 我打算研究, 看看如何炼制, 早晚有一天, 我一定能炼制助脊丹, 我现在能炼二阶灵药了。 白小纯傲然开口, 四周弟子一个个苦涩, 而这四位大长老都愣了一下, 他们这看似寻常的问题, 实际上包含了很多深意, 也会通过白小纯的回答, 来印证自己的判断, 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答案, 可很快的, 这四个大长老就怦然心动。 一个会炼药的护法, 对于他们来说, 重要的程度堪比地脉助脊的长老, 甚至略有超越, 毕竟各封地脉助脊长老历代都有, 可能炼药的, 甚至显然有些成就的, 却很难碰到一个。 施封大长老心底有些后悔, 自己之前嘴快, 与此同时, 中风送君晚也都心动不已, 看向白小纯实, 笑容甜美起来。 好, 业葬你之前的绿浆就证明了你的要道, 来我施封吧, 施封与你有缘啊。 施封大长老大笑, 赶紧开口, 目中露出火热, 他之前就对白小纯心动, 如今看到白小纯助脊更是势在必得。 胡说, 业葬凝气就可抗住多人联手的一击, 显然是有些炼体的造诣, 业葬, 来我邵泽风, 我邵泽风磨血炼体, 定可让你从此踏上强者之路。 邵泽风的魁梧大汉, 声音如钟, 连接说道, 都别和我抢, 我之前就说了, 这夜葬我吴明峰要定了。 吴明峰的诸如, 尖声争夺时, 中风送君晚, 轻轻挽了一下被风吹起的发丝, 双眸如水, 凝望白小纯。 夜师弟, 来我中风吧。 眼看这四位大长老都在抢夺白小纯, 四周弟子一个个更苦涩, 那种成为了绿叶的感觉, 让他们低头叹息。 白小纯心中也在感慨,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优秀了, 无论是在灵溪宗还是血溪宗, 想要低调都是那么的不容易, 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追捧。 在这得意的苦恼中, 白小纯眼中露出痴迷, 摆出傻傻的表情, 似迷恋的痴痴的望着宋君晚, 脸都红了。 我, 我选择宋姐姐的中风, 喂完带血。